我在想,我這個影片會不會讓娛樂和唱片公司垮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音樂製作人LINK 無論你是歌手、作詞人、編曲人還是全能的 這個影片多少都會給你一些點子 幫助你達到你想到的地方 今天我要來跟你討論一個常常被忽略 而且很少人會教你 但是又是很重要的話題 那就是怎麼合作 合作對有些人來說是個很敏感的事情 大部分是因為你覺得自己不夠好 因為之前有不好的合作關係就放棄了合作 當然能夠自己做所有事情也是有很多好處 像是做決定就不用討論 但是合作可以讓你走得更穩、更勇敢、更有信心、更多點字 也是有很多好處的 非洲有一句諺語 你如果要走得快,自己走 你如果要走得遠,一起走 音樂商業就像一隻白鞭怪子 不停的改變形狀 你又完全沒辦法預測接下來它會變什麼 所以如果你拿著一隻會發電的老鼠 你旁邊的人 一個帶著一塊會噴水的海星 另一個帶著一些石頭 那一起對付白鞭怪 可能會比較勝算對不對 所以合作呢有分短期和長期 長期是真的每個人投入去完成 一件接著一件事情 短期的合作有很多種 我都會說下面簡介也有時間讓你跳 我建議你暫停影片先去看一下 好,我就從短期開始說 你如果是歌手想要在網路上放你的作品 有一天變成大明星 建議你去找一個能力足夠的製作人 女歌手配男製作人還蠻流行的 像是Billy Elish和原子邦尼 當然也可以男歌手配女製作人 或是男男或是女女 反正兩個人行可以闖天下 只要你們下一張敬愛令就好了 我等一下會說 所以方式是這樣 首先你可以去找你朋友 或是問你朋友有沒有認識的音樂製作人 或是在IG或是FB群組裡面找 找到後先認識她 先仔細聽她的作品 想像你的聲音在裡面 你喜不喜歡 觀察她的人格 最後再私訊給她說 你是誰啊 你的經驗啊 你想要合作一首原創還是Cover 你聽起來像什麼歌手 最好你已經有在貼你的作品 然後你打算怎麼分享 會不會拍影片 會不會實際表演 已讀不回沒關係 代表她忙 你可以過一段時間再說一下話 或是去按讚啊留言啊 回覆她的IG story啊 可是如果她不想回就不想回 你絕對絕對可以找到其他的製作人 通常她會跟你回說她的價錢 或是希望你去幫她做宣傳就好 當然又有人願意就是免費做 就是希望合作可以變長期 就是真的非常欣賞你 討論一下誰負責什麼利潤怎麼分 通常製作人會拿到80到90% 或是更高 但是又5050的分 我就是5050 討論越多越好 想到什麼就說 製作人最不喜歡的就是被問 欸 要不要合作 然後其他什麼都不做 建議你找可以見面聊的人 但是你如果要做長途的合作的話 你最好有自己的基本錄音配備 也有貼在網路上的作品 不管是清唱還是配鋼琴吉他 你們可以互相聊說需要什麼 他會給你完整或是簡陋的配樂啊 然後你跟著路啊 用WeTransfer或是Google Drive 寄給他乾淨的人生 最高品質的Wave檔案讓他去製作 不要自己修你的人生 像是加效果器 只要有唱在節拍上就好 其他的讓他去修 然後你再決定你喜不喜歡 討論要怎麼改善 你如果是歌手想要找吉他手一起去表演賺錢 你可以在IG上面查 自彈自唱啊 然後找你喜歡的風格 或是可以在IG上面查你的地區 然後交朋友 高中和大學生可以直接去吉他社認識 通常街頭藝人賺的錢就會平分這樣 你如果是製作人要找歌手 建議你出去外面看你的風格的表演 或是演唱比賽 喜歡的話結束後去說個話 真心的表揚一下他 然後跟他交換IG 然後回去在IG上面聊 所有這些都可以是免費的合作 當然你可以去網路上面找臨時歌手 freelance singer session singer session rapper 如果要英文的話 一個網站Fiverr 有很多人願意唱你的歌 或是幫你寫 只是越好的越貴 基本上短期的合作 可以很簡單的辦到 合作的好 也有可能變成長期 那現在就開始說 最難的合作 那就是長期 也就是為什麼這個影片這麼長 好 第一項 看一個合作群組裡面需要什麼樣的人 做什麼樣的工作 我把所有工作都列出來 一開始 每個人做每件事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盡量去找一些會做不同事的人 首先是一個歌手或是樂團 或是一個歌手或一個吉他手 不管多少人 反正 就是能夠把音樂呈現出來的表演者 這些人選擇要走音樂 就有義務把音樂練到最好 再來是平面設計師 不要小看他 這個人要設計你們的logo 做衣服或是商品 FB和IG的貼文 YouTube影片封面 有些工具你可以用像是Foloshop 有個網站叫做Canva 然後千萬不要忽略手機裡面的app 你可以查graphic design 然後找到一大堆 接下來的工作是錄音師 你現在不能三年出一首歌或是一張專輯 你要發東西 有很多種音樂製作軟體都可以錄音 除了Fol以外 Audacity和Tractor是免費的 Logic Protor Gradge Band Cubase Ibleton Live 很多很多選擇 這個錄音室可以是在房間裡面放個麥克風 和基本的錄音設備就可以了 再來呢是攝影師 影片真的是現在非常重要的東西 不要像我之前一樣拿著自拍感和三角夾拍MV 當然你也可以試看看 最好還是找一個人用相機錄影機或是手機拍片 然後在電腦上做修剪 可以用軟體像是iMovie Premiere Pro 當然也千萬不要忘記 有很多app可以製作影片 我會建議用付費的 錄影師要負責拍和修各種影片 也要定時放在FB IG YouTube和抖音上面 再來呢是拍照的人 這個人要常常拍照 你們走到哪拍到哪 拍的角度都很美 也很懂光線 然後又很會修 他要一直貼在IG和FB上面 接下來是一個經紀人 經紀人有兩種 一種是朋友經紀人 他雖然沒有很多聯繫 但是就是非常愛你的音樂 他會每天幫你做宣傳 找演出和比賽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正面 第二種經紀人是大咖經紀人 他有非常多重要的聯繫 一通電話 可以比過朋友經紀人 30張Email 但是 這種人通常 對你的音樂沒有很大的興趣 因為精靈很多像你們這樣 最後就是音樂律師 當然要找很了解音樂法律的人 可以幫助你們度過一些難關 或是解釋你們不了解的東西 那再來一個問題很重要 要簽唱片公司嗎? 我的答案是不要 因為大部分的唱片公司都非常的壞 他們唯一有的 你沒有的是大筆錢和人脈 或許他可以讓你照他們的方式捧紅 但是你要知道他們同時是有簽很多人的 只要你一旦成為脫油品 沒辦法幫他們賺錢 馬上把你解約 所以不會在你身上浪費太多資源 加上之前他們花在你身上的錢 你全部都要還他們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險 我們也不用說 為了爬梯子你要做出什麼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公司 我建議你自己做到大到公司來找你再考慮 然後簽任何合約都要有律師在場 以上就是一個團隊需要的人 一個唱片公司就是如此 每個工作都是一個部門 那你可以自己做所有的事情嗎 可以 會很累嗎 相信我非常累 但是寧願自己做 也不要太快的去隨便找這些人 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第二項 要在哪裡找這些人 最好最理想的方法 就是在你的粉絲裡面找 因為一個群組合作的愉快 就是當每個人都喜歡你的音樂 這是我最大最大的意見 如果跟你合作的人對你的音樂沒興趣 或是討厭你的風格 那會合作的很不愉快 第二種方法就是找朋友 或是朋友的朋友 或是請家人介紹 第三種是在IG上面聊天 認識各自各樣的人 比如說hashtag攝影 然後看看你喜歡什麼風格啊 然後你就可以去追蹤一些你喜歡的風格的人 時常關注他們的story 他們的貼文 看看他們是什麼樣的個性 住在哪裡合不合適你 或是在你的IG上面 貼說你在找講說 台中的攝影師 或者你可以 觀察誰常常給你的音樂按讚留言 去追蹤這些人 如果其中一個是攝影師 我相信他會很樂意幫你拍照 你可以給他錢或是請吃大餐 或是給他你的專輯 不要讓他做白宮 然後最後再看看 想不想要當你的長期攝影師 另外一個很好找合作的地方 就是FB的群組 例如就是有一個嘻哈音樂討論社 很適合讓你找到饒舌歌手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風格的群組 最後你也可以去找高中生或是大學生 我相信他們 比環球音樂的行銷組長 還懂怎麼用抖音 不要就是找個製作人 然後丟給他 你用手機錄的歌 然後說聽看看 英文會這樣說 wanna collab bro bro let's collab 他為什麼要花時間聽呢 他為什麼要跟你合作 什麼都沒說 那好像在路上隨便被問說 嘿我們來做首歌 你第一個反應應該是被嚇到直接走開吧 不要自打 我雖然沒有一個交友聯誼的公司給你 但是基本上就是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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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打 想他的觀點他最想要什麼 不要自打 我說過不要自打了嗎 這世界上99%的問題都來自於自尊心 當然你也不要自卑 自卑跟謙虛不一樣 反正就是用你的方式去交朋友 我就不撇開話題了 喔還有就是男生們 不要因為一個女生很可愛 你就馬上答應花 所有心思為他做白工 那女生你也注意音樂是不是他唯一想做的 反正大家注意一下就好 總之當每個人清楚自己的工作 有和諧的個性 會努力 那就是個最理想的團隊 第三項選擇你們的溝通方式 在網路和實體 FBE或是LINE群組 常常溝通常常約出去開會 就像戀團一樣 讓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機會 外向的人要尊重內向的人的聲音 內向的人也不要覺得自己想的才是正確的 OK喔 第四項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沒有人會講的 就是感情關係 不要小看 這可是會破壞你一切努力的事情 就是愛上你的合作夥伴 第一就是如果他已經在交往了 這樣會直接破壞一個感情 第二就是就算你們在一起也是有分手的可能 第三就是如果你其他合作對象同時喜歡他 那這樣會更複雜 唱片公司處理這個問題的方式 就是直接下敬愛令 不准這個藝人交往 我覺得你也可以開個會就是討論這個 雖然會很尷尬 但還是建議大家去別地方求愛 這裡只允許音樂和友情 當MV裡面有牽手接吻或是闖戲 你要怎麼想就怎麼想 順其自然也可以 你自己去衡量什麼最重要 第五項計畫 時間和地點 金錢開箱和收入分配 找贊助 臨時退出有什麼後果和懲罰 這些都要開會討論好 然後每個人都要很清楚 計畫一年五年和二十年的目標 第六項決定這個群組的政治方式 是要獨裁還是民主 可以一個人分配為人事 專門解決人際關係 這就要看每個人的個性和專長 獨裁的決定會做得比較快 民主會比較花時間 可是比較多點子 什麼政策都可以 只要每個人開心就好 第七項就是開始做 不停的做 努力全心全意的做 碰到問題的時候 一起去想辦法解決 討論 知道怎麼去處理人際關係 解畫意見不合時候的糾結 跟著時代不停的改變 學習新東西 不要害怕 或是排斥新東西 有顆冒險的心 跌倒的時候 會站起來 知道自己 就算做到無聊或是累的時候 都還是會繼續做 最重要的就是 樂在其中 愛音樂 建議你把這個影片分享給正在自己做所有事情的人 在下面留言你合作的經驗故事 成功或失敗都好 或是留你的IG在下面讓看這個影片的人可以找到你跟你合作 我是音樂製作人Link 祝你們合作愉快 付全部靈來 在一起 我們節目拍攝 我們節目拍攝 在辱人